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海峡两岸 台军要将新战机部署重复 大家好 欢迎收看海峡两岸节目 我是主持人桑成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严德发 近日在接受质询的时候 提到了台军的天狙计划 并且宣称应对大陆的武力威胁 将会采取防卫固守重层贺阻的战略 面对两岸的军事力量对比逆转 台湾防务部门究竟会如何应对 又将采取哪些具体的行动呢 今天就以上内容 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 台湾中式电子报社长赖月谦先生 以及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 于强副教授 欢迎两位 双政好 于教授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双政好 赖市长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有关台军的天狙计划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 岛内媒体的报道 进一个短片 据台湾媒体报道 民进党籍民意代表王定宇 就防务议题 质询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严德发 提到了台军天狙计划 该计划是拟定4月份 让台军战机进入澎湖 缩短应对时间 严德发回应称 天狙计划是空军年度计划 就是战备训练 因应整个局势 满足目前的战备需求 此外 严德发对大陆军事力量 进行评估表示 解放军的演训活动 与以往不同 更具有实战性和针对性 军事力量从被动转为主动 对此 台军的应对战略 是防卫固守 重层贺阻 台湾行政部门负责人 孙真昌也表态称 只要自己做好一切准备 才不会让人家倾起攻台之心 賴市长 据您了解 台军方面是否拥有 这样的一个天狙计划呢 那么它的内容 大概包括哪些方面 而这次王定义提到的 说台军打算把战机 部署在澎湖 那么对此严德发 当时又是如何回复的呢 台湾确实有这样的一个计划 因为澎湖在台湾的 西南沿海的一个小岛 这个小岛有一个空军的基地 但是它并不是常驻 我们的空军的单位 在那个地方 主要的是因为这个小岛 它比较潮湿 如果我们的这些战机 长期的停活在那个地方的话 它容易受到海水 海风的侵蚀 所以它在保养维修方面 会投资更多的经费 因此我们对于 这个澎湖的空军基地的使用 它是采用这种定期的 移防式的一种移防训练 通常都是在4月到10月的 就是春天 那么到秋天的这段时间内 台湾会从这个台南的空军基地 以及台中的清泉岗的空军基地 派出它的IDF 也就是金国号战机 各一个中队 台湾的一个中队 大概就在18架到22架的战机左右 那由他们这两个基地 各派出一个中队 来负责这个离海的一种训练 然后同时也会驻扎到 这个澎湖的这个空军基地 在这个地方做短期的 一个移防的驻扎 我们强调就是因为 澎湖这个地方比较小 然后它比较潮湿 还有就是因为海风的关系 所以它比较闲 它的侵蚀性比较长 所以我们的战机 不会在它那个地方定制 做一种长年的 这个12个月的每一天 停住在那个地方 所以它是采用这种 轮动式的轮调性的 那么也维持这个基地能够运作 也就是说它的相关的雷达 指挥 电站系统 它的地勤人员 还有空军的熟悉 这个地方的一个训练 都会这样做 而且它本身由于 从台湾到澎湖这个地方的话 它也可以进行离岛的 或是这个岛礁外面的一种 诈射的这样的一个训练 所以这个是行之有年的 所以它不是一个新的东西 王定宇是借这个机会 来炒作这样的一个话题 颜德花他当然很清楚地知道 该地的驻地 是不适合飞机长驻 因为如果飞机要长驻的话 我们要投下更多的经费 在飞机的保养维修方面 还有我们的人员这个部分里面 在以往一个基地的话 那你空军的这个清泉岗的基地 就会少掉一个中队 你台南的这个空军基地 也会少掉一个中队 这样的情形你还要再来补 而我们目前来讲 不管是地勤人员也好 或者是我们的飞行员的数额 都不足的情形下的话 如果在澎湖在边设一个连队 对台湾来讲的话 你要招募更多的年轻人 来参加这个飞行的工作 这个部分里面 确实是有难度 而且整个预算方面 还要再增大 所以原来的话就回答 这个王定宇说 目前我们军方本身的 这样的一个编制跟任务的执行 都足够满足我们现在的需求 所以不打算在那个地方 尝设一个单位 像刚才赖社长所介绍的 尽管澎湖这个地方 它的自然环境 是不太使于战机 长期在那里部署的 但是还是会不定期的 用这种轮调的方式 在这里来部署战机 所以想请教您 您认为澎湖这个地方 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地理优势 为什么要不定期的 在这部署战机 而部署战机之后 对于整个台军的防御 会起到什么样的帮助呢 清朝的最后一任的 台湾巡抚唐景松的话 他说澎湖这个地方呢 是叫复征台湾者 必征澎湖 盖以澎湖可搏兵船 以为根据 说白了就是从清朝的时候 就已经看出来了 因为澎湖非常非常的重要 对于整个台湾来说 它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在这篇文章中 也会谈到了澎湖的这个位置 他谈到 他说一旦发生战争呢 金盟和马祖是根本守不住的 所以对于台湾来说呢 澎湖等于是 它最前线的一个要塞 所以他说要加强澎湖的守卫 那事实上这个道理呢 也不是今天才发现 过去就一直在讲 所以呢 其实台军方啊 其实在澎湖过去呢 就部署了有很多的 这个防空导弹 而且呢 澎湖呢 其实它是台湾海军舰队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基地 台湾的整个舰队当中呢 有一个叫做146舰队 146舰队是整个台湾 防空力量最强的舰队 这个舰队它的母港也是在澎湖 那这是海军的部分 那空军的部分呢 其实台湾的这次 所提到的这个天狙计划 其实它一点都不新鲜 1964年开始 1964年开始 台湾军方就是每年 有六个月的时间 会从台中和台南 派出这个空军呢 到这个澎湖的马空机场 那为什么是4月开始 4月到9月这六个月呢 是因为台湾军方认为说 这六个月啊 最适合飞行 所以呢 如果万一台发生战事 也最有可能在这六个月 所以呢 就相当于是这个台南的基地 和这个青泉岗基地 因为这两个基地啊 它的那个台空军的连队 都装备的是IDF 这个金国号战机 就相当于是 不是六个月吗 每人各三个月到澎湖去 但是最近呢 为什么这个王定宇 把这个事情又提出来呢 是因为台军方过去 对于大陆的评估啊 一直认为说 大陆如果来啊 就是4月到9月来 所以呢 他也就4月到9月 把飞机 从台南和台中呢 拉到澎湖来 他认为说 除了这六个月之后 大陆不可能来 但是今年一看说 这不还没到4月呢吗 2月大陆的飞机就去了 所以台军方一看说 这不行啊 那我们是不是要 把这个时间 要再拉长一点 这是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是 我们知道台军方 不是向美国 买了一批F16V的飞机吗 这枚飞机不是还没到吗 所以这个时候 王定宇提出来之后呢 其实也是因为台湾社会 有一个讨论的氛围 说这批飞机到了之后啊 不是我们之前也说过 因为台湾整个岛洞 已经停满飞机了 你再来一批飞机停哪啊 所以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说 要不要呢 就停到澎湖去 反正澎湖呢 也是对于台湾来说 也算是一个前线的要塞 说要不给澎湖分点吧 所以这个时候 才会把这个话题 拿出来去炒作 两岸之间的军力对比 本身就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当然再加上刚才 于教授所提到的 近期大陆解放军呢 接连在台海 进行了一系列的演训 所以就有评论认为说 这些动作呢 让岛内的绿营分子 又感到非常的恐慌 更加害怕了 所以才如此加大 渲染大陆的军力威胁 对此 赖社长您怎么看 民进党当局 或者是这些 所谓自己称之为 这个军事专家的 绿营的这些专家 他们其实都很清楚地知道 这个两岸之间的军力 已经是非常的娴熟了 他们的内心里面很清楚 但是他们嘴巴里面 从来不会这样讲 因为在这段抗疫的期间内 我们看到美国的动作 是非常的不友善 很挑衅 中国大陆的这个舰群 也就是说中国大陆的海军 不但在关岛的这个西部 这个610公里左右 进行实弹的操演 而且还到了这个夏威夷 以西的1000公里的地方 进行操演 而他所派出去的这个舰群 基本上来讲 是构成航母战斗群的编制 也就是有这个导弹驱逐舰 有导弹护卫舰 有补给舰 还有远洋的这个托泊船 一般来讲 美国一直想要了解的 就是说有没有潜舰 作为潜岛 如果有两艘核动力潜舰 作为潜岛的话 其实这个就是构成了 一个航母战斗群 换言之也就是说 未来中国大陆的航母战斗群 可能会在夏威夷的附近 举行实弹的操演 这样的一个情形 当舰队出去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了 中国大陆的这个 空军的这种战斗机群 也在搭配了演习 空中资源海上作战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境外作战的 一个组成成分 因此在这一段时间内 不管是这个绕岛飞行 或者是穿越巴士海峡 往南飞行 中国大陆的战机的编队 的组成成员越来越多 不但有轰6K 空警500 还有这个歼11 这样的一个战斗机群 在这个地方那么举行 实际上的一种飞行 这个给民进党当局 给这些绿营的 这些所谓的军事专家 他们的压力非常非常的大 因为他们很清楚地知道 两岸之间的军力的悬殊 已经形成 所以这些民进党的这些人 就藉由这些话题在炒作 因为他不可能 直接在动作上做台独 所以他就藉由这个话题在炒作 把中国的威胁论 一直不断地在提升 然后在激化两岸之间的仇恨 这个就是这些绿营的 这些人士 政治人物 这些政客们所作所为 就是要激化两岸之间的矛盾 台海军事斗争 是否出现新形式 不断渲染大陆军事威胁 民进党当局想达到哪些目的 请继续收看海峡两岸 也就是说他们只敢动口 并不敢动手 因为他们自己也心知肚明 如果要正面对抗解放军 以武俱同的话 那无疑是以卵即食 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到 对于大陆解放军的这种战力 严德发他自己也是 做了一个重新的评估 他认为和以前相比 现在解放军的演训 是更加具有实战性和针对性的 而且也完全从被动变为主动了 所以您觉得随着 这样的一种巨大的变化 那么未来两岸之间在台海的军事斗争 会有一种什么新的变化和趋势 我想未来两岸之间在整个台海的 整个军事的形势 会沿着大陆越来越强 台湾越来越弱的趋势 一直发展下去 而且这个态势是不可逆转的 为什么这样讲 你看这一次关于这个话题 台湾军方整个的心态 其实很矛盾 为什么呢 一方面是从美国买了一批F16V 他就觉得说 好像搞了一批新武器了 给它部署到最前沿的要塞盆壶 感觉上好像给自己壮胆 但是你会发现台湾的媒体上 马上就会有人跳出来反对 说不行不行 说最好的东西先得藏在后山 因为第一波一旦大陆打过来的话 那个好东西都没了 所以那到底是放在前面 还是放在后面 对于台湾当局来说 他觉得好像放在哪都不安全 也就是说 这个东西能不能够挡住大陆 其实挡不住 但是呢 无论是放在前面 还是放在后面 它都没有安全感 我想这就是整个台海 整个军事形势的一个 最明显的反应 说白了 你看到我们现在整个的 这个训练的半径越来越大 这个其实是我们军事实力 不断地上升的一个 最明显的例证 这个其实台湾方面 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那另外一方面 因为我们不断地训练的半径 扩大之后呢 这个台湾方面呢 因为我们要训练 台湾方面有的时候呢 也要飞起来 那我们该训练训练我们的 可是他就经常要紧急起飞 因为我们去训练 我们也不会提前告诉他 那我们要去了 台湾方面一看 来了 赶紧紧急起飞 所以你会发现台湾方面 它军方的这个 日常零件的耗损 就特别的快 所以美国对台军售 有一批专门是卖零件的 为什么卖零件 就是因为台湾库存的零件 快用完了 过去算没有那么快 但是因为我们老训练老训练 他也想来看一看 结果呢 他的零件耗损的过快 这个整个台海的军事情况呢 如果我们去读一下 2019年 台湾防卫部门 在蔡英文执政期间 发表了第二份防卫白皮书 在这个防卫白皮书上 你去读一读很有趣 这个读完 你有一个整体的感觉是 对于整个台海军事形势的变化 台湾军方还是很明白的 为什么这样讲 他里面讲过几个事 他说第一个事 他说整个大陆 解放军的侦察系统 是包括有卫星的 有舰船的 有雷达的 还有空中预警机的 他说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第二岛链 以西的情况 他都知道 那对于台湾来说 就是你无论台湾岛的西边 还是台湾岛的东边 你军事力量想动 大陆都知道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他说 他说大陆在整个的电子系统当中 包括电子侦察机 电子干扰机 他说这个实力增长得非常快 越来越强 第三个他又说到 大陆指挥通信的这个领域 他说大陆指挥通信的这个领域 大陆现在的演习 都叫做联合演习 朱冰种之间 大家的配合越来越强 他说这个是台湾需要注意的 最后他还谈到 关于所谓封锁的这个问题 他说其实大陆 多次的演习 关于封锁的问题 而台湾是说一旦大陆要封锁 台湾不是把希望 寄希望于美国吗 他后面专门谈到一段 他说大陆现在 这种反介入的能力越来越强 也就是说 美国真的 就算美国想介入的话 其实台湾方面发现说 这个介入的难度 的确是一天比一天高了 然后再往下 他说大陆现在 除了这些侦察的厉害 电子的厉害 他说大陆的火力 现在也增长得很厉害 他说整个东风系列 短的有 忠诚的有 长诚的有 全部都有 什么都有 需要什么有什么 他说这个其实对台湾的 这个影响也越来越大 而且最后 因为台湾毕竟是个岛 他也说 他说大陆现在 在练习这个所谓登陆作战方面 这个实力也是越来越强 所以他后来做了一个总结 他说整个大陆军事实力 是从被动转向主动 什么叫被动转向主动 就是大陆实力越来越强 他觉得自己扛不住了 处于这样一个完全被动的局面当中 我们看到台军自己制定了一个 应对解放军的战略 是八个字叫做 防卫固守重层贺阻 那赖事长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如果想落实这八个字 那么台军具体会采取一些 什么样具体的行动呢 而这样的一个战略 真的能够帮助台军实现 他们预期的防御效果吗 陈水扁时代 他提出一个叫做什么呢 他提出一个叫做决战境外 这个是我们就问说 那你决战境外的意思既然是决战 那就是中战嘛 那也就是说最后一战 打完了以后就没有了 就投降了 所以决战境外的话 也就是说 本岛是不能打仗的 所以台湾派出一个单位 大陆也派出一个单位 然后在这个台海的某一个地方 那么摆一个擂台 彼此之间来这样打是不是 那打完了 那我们赢了 大陆那边就撤兵 我们输了 我们就投降 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就变得很可笑 所以后来决战境外 变成一个大消化 这个决战境外 变成一个大消化以后呢 就发展出一个叫做什么呢 防卫固守 有效贺阻 那我们就问说 那你贺阻的条件是什么 你贺阻的工具是什么 那贺阻不成化 那就无效了嘛 那为什么要加一个有效呢 那贺阻跟有效 怎么连结起来呢 又变成一个消化 但是问题就在于 他们很坚持哦 一定要用防卫固守 有效贺阻 这样子又玩了几年 好 蔡英文上来了 蔡英文上来以后 他一定要标新利益嘛 要跟马英九不一样 也要跟陈睡扁不一样 那就是防卫固守 这个就采用跟马英九一样的了 但是叫重臣贺阻 这个我们就觉得说 那什么叫重臣贺阻呢 他的逻辑是这样 他说以台海作为天界 当大陆解放军的战机 一升空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第一时间摧毁他在空中 大陆的战舰一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用我们有效的战机 把这个大陆的解放军的海军 集成在台湾海峡 他说当我们第一波消耗完了以后 这是第一波这个贺阻啦 然后第二波 他们还在打进来的时候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就按上防御 按上防御 那也就是把解放军 全部集成在滩头 如果解放军还有残余的 在上来了以后 我们就把这个坦克的大炮 都全部装在岸间 然后就这样对解放军 登陆的这些人 把他打死 打死了以后 全部都死亡在这个岸间 台湾就安全了 所以叫做防卫固守 从城嚇阻 所以当蔡英文他们提出 这个战略的指导的时候 所以我们才会看到 很多的时候的演习 台湾就会把这些重型 从美国买回来的 这些重型坦克摆在沿岸 摆一排 然后在这个地方发展 骑射 给这个我们的媒体记者 拍出漂亮的画面 这个就是蔡英文 他们所谓的这个防卫固守 这个从城嚇阻 我们听听 我们也觉得实在是 有点像加加九 在办这个小孩子的游戏 可是问题是战争 是如此严肃的事情 它会牵涉到多少人的生命 年轻的孩子的生命 都在这个战火中 我觉得蔡英文他们把 这样的一个严肃的事 当儿戏再办 我们内心里面 当然是非常的不忍 因为看到我们年轻的孩子 那么在当兵的 在服兵役的 那如果在战场中 由于这样的一种 错误的战略指导 然后造成他们不应该流血 不应该牺牲宝贵生命 而牺牲的 我们内心的痛 是非常的沉重 我注意到赖社长 刚才在深深的叹气 那么之所以叹气 可能也是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大家觉得 台湾当局 这个防御策略改来改去 无非就是在玩文字游戏 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实力 来对抗大陆的解放军 完全是在纸上谈兵 可能有这样的同感 所以台湾当局说 他们自己说 只要台湾做好准备 那么大陆就不敢 倾启犯台之心 那么您认为 他们真的做好 这样准备了吗 而且有评论说 之所以蔡英文当局 如此的信心满满 那他是把全部的希望 寄托在美国身上 认为美国会在关键的时刻 前来持援的 您认为会吗 我想从小到大 我们其实都懂得一个道理 就是永远要把命运 掌握在自己手里 指望别人是只靠 指望不上的 对吧 靠山山倒 对吧 只还得靠自己 打铁还要自身硬 问题是台湾的铁 它就不硬 我想证明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军事的背后 实际上是整个经济做支撑的 那么经济不行 你搞军事搞不了 那2019年从生产总值来说 台湾是大陆的4.2% 所以换句话说 你的经济就这么小 你怎么撑啊 那从军事的投入上来说 现在大陆大概是台湾的14倍 那台湾媒体的估算 说很快大概就会到16倍 然后继续扩大 说白了从数量上讲 我是你的14倍 14个对你一个 你说这仗怎么打呀 我且不说说 我们整个在军事的科技上 那个速度一日千里 我光说数量上 其实你都不是我的对手 这个东西 其实台湾当局 也非常非常的清楚 美国也非常非常的清楚 所以你会发现 无论是台湾 无论是美国 在谈到所谓台海的 这个形势的时候 他都会谈一个事情 叫做不对称作战 什么叫不对称作战 他也知道不是对手 所以就想点别的办法 也就是说他已经承认了 其实在海峡两岸 其实这个军力 实力的对比 已经严重的不均衡 这样一个现实 那美国会不会来救 我想台湾有一个 非常有名的学者 叫苏启 苏启他总结了三点 他说第一点 意愿不高 他说你去看美国的民调 这么多年来 问美国民众说 要不要一旦台海有失 要不要支援台湾 他说美国一直 大概就是三成 虽然台湾有五成相信 五成左右相信 美国会来 他说可是美国一直是三成 出不出兵这个事 是美国说了算 可不是台湾说了算 所以还是得看美国的民调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成本太高 美国著名的公司 这个智库 兰德公司 它是1996 2003 2010 2017 做过四次评估 他就是模拟说 一旦台海发生战事 一旦美国和大陆发生对抗的时候 会是一个什么情况 他把整个对抗分成了九种 这九种包括比如说 这个大陆去攻击美国的航母 比如说大陆打美国的空军基地 比如说像美国攻击大陆的渡海船只 它分成了九种 那这九种看来 你会发现1996年的时候 美军的迎面很大 但是到了2017年的评估当中 有四项是平手 大陆有两项是有优势的 美军有三项有优势 他说你是美国 你会动手吗 四项平手 你只有三项优势 大陆有两项优势 你不打 每个人都是不打无准备之仗 你现在没有必赢的把握 你会动手吗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距离 很多时候距离很重要 所以说说到底 无论是台军自己的天驹计划也好 还是奢望美国的持援也好 其实这一切都不可能 从根本上来帮助蔡英文实现 以武俱统 因为不仅仅是英文台军的战力 步入大陆 最主要的是台独就是一条绝路 一条死路 好 感谢两位的点评分析 谢谢莱社长 谢谢商城 余教授 观众朋友 再见 谢谢余教授 谢谢商城 大师老再见 观众朋友再见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 再会